人情打鍊及文章 世事動名皆學問 大家好 我就是紫薇斗樹 跟姓名學改名的老師阿牧老師 今天我們紫薇斗樹來聊火星 命攻的三方市政的人有火星 為人積極熱情 非常的激火 有時候就是幫到忙 因為畢竟火星也是一顆熊星 熊熊燃燒的一把烈焰的火 所以火星在命攻三方市政的人 脾氣非常的不好 火星跟靈星 這是一組 這兩個都是主當下 地極的反應是什麼 你高興或不高興 那火星就是主明 就是表面 靈星就是主暗 就是心理 我們今天來聊火星 火星常常在生氣 美角也很多 跟靈星一樣 人跟人相處 有靈有角 可是火星還好為人不記仇 可是常常在爆發 不爽直接拍桌 火星也代表了就是直接的衝動性 直接性的 各位觀眾朋友 你我周遭有沒有這種人呢 脾氣非常的不好 所以火星的人 比寢陽更誇張 常常得罪人而不自知 這就是火星的個性 火星的人呢 喜怒於行色 開心大家都知道 不開心也大家都知道 火星就是功在懸上 不得不發 如果你欺負了火星的人 你也都吃過碗兜子走 火星 反擊 這就是當下立即的一個反應 PO個文章 或是直接就跟你對幹了 直接動手 這就是火星 火星入廟 還好一點 入廟的火星轉為行動力 爆發力 為人積極 說風就是雨 你可能還沒有看到他來 聲音已經先到了 這就是火星 入廟的特質比較正向一點 那火星如果弱線 就真的比較有行客關係 而且直接動手 這就是弱線比較會有的一個特質 那當然啊 你入三方式陣 看你是弱線的火星 還是入廟的火星 再看有沒有集星去捧造他 又或者是空弓的火星 這都是有習性相關的關係 那當然 火星如果入六星弓的話 不明示意 喔 脾氣不好喔 不好相處喔 不好帶喔 這就是火星 那火星也是一種浪費 火星的人 野心也比較大 火星 在拼搏的時候 往往都是說哈的 不囉嗦的 不囉嗦的 阿沙里的 不會油油捏捏的 這就是火星 火星也不懂得收手 所以會有時候會越聊越深 這就是火星的一個個性 我是阿夢老師 我們今天聊火星 我們下回見